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碰肩膀啊 碰胳膊肘啊 我觉得有关方面 比方说社会主义精神门民建设办公室可以推荐一些表示这种热情的方法 就这样 很好 是吧 是很好 但我怎么觉得有点像阿弥陀佛 有点像这个萨瓦迪卡爱 不管那种形式 初六了 六六大帅 给大家拜年 看看我的一个新的定装照吧 刚上了一个新戏 新戏里面有这么一个定装照 这个定装照有点特别 你看着我这个样子 一看就成年代戏 胸前还挂着个相机 相机记录时代 我在那好像喊什么东西 破罗发出呐喊 一看我就是个卑微的小人物 但是卑微的小人物也同样有有尊严 需要尊严 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些人呀 他们宣称说他们只为极少数人服务 而且活得非常好 他们骄傲 他们为少数人服务 不见得不行 但是宣称说只为少数人服务 这就有点那个 对不对 他宣称只为少数人服务之后 他宣称绝大多数人与这个时代呀 没有意义的 活着没有价值 你没有意义 还要讲出来 这下子麻烦了 我曾经对公开宣传这种想法的人 公开宣传这种说法的人 我有一点批评 结果惹得人家不高兴 这不是 这不是反人类吗 还有这么歧视 歧视绝大多数人 说你们活着根本就没有价值 而且这是他这种价值理念 还要讲出去 而且用自己的成功的实践告诉别人说 我服务极少数人有价值 你们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 哎呀 麻烦了 像我们这个绝大多数老百姓 我们都属于这些人 他们鄙视的对象 对吧 在他们眼里面 我们没有价值 我们活着都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 那现在问题来了 既然人家说咱们活着没有价值 那咱要不要活呢 我们要不要见证呢 我们要不要参与呢 我们要不要奋斗 我们要不要呐喊 我们要不要恋爱 我们要不要繁衍 我们要不要活出一种青春头来呀 人家说咱没价值 咱们就不活了 是的 国内有个别精英 操作这种观点 鄙视大众 同样 在这个世界上 也有的国家的人认为 我们只配呢 像屈虫一样活着 我们最多呢 是变成杨白老给他打工 否则的话 就要治我们于死地 他们治我们死地的方法 有各种各样的新帝国主义办法多得很 有金融帝国主义 有生物帝国主义 就跑题了 我本来是跟您说说 我上这个新戏啊 我扮演这个角色 结果说说说 说这 我发现人老了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跑题 就没法集中了 你觉得我没价值 让我 我是饰演一个特别小的人民小人物啊 这个这个戏是个年代戏 但古人说 薄柳之姿 望秋而落啊 松柏之质 惊霜游茂 意思是说 艰难困苦欲辱一成啊 意思是说 经过打听 经过奋斗 今天你高高在上的这种大人物 你博士后 你不是也从这个小学生来的吗 你今天面上大人物 也不是苦寒之后 你才奋斗出来 奋斗出来之后 一脚把别人踹掉 说 你们都是没有价值的 我有价值 我服务比我更有钱的人 我有价值 这个价值观很值得讨论 对不对 我们现在日子过得不容易 心灵深处留下伤口 忧郁很多不悦的成年人 我们今天不能一味的舔势自己的伤口 我没有理由 没有资格躺平 躺平从来就不是我们命运的安排 我是大年初四进的祖 我们现在山上安安静静的宾馆里 我抽空跟您说说 说说大年初六的总得录期节目 在山上干嘛呢 安安静静的研读剧本 我们在这还要体验生活 我陆陆续续也参加过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拍摄 我觉得这个组啊 创作态度有点严肃 成不多见 你是个年代戏 要求演员必须沉浸到那个年代去 连摆动手机都首先 你知道吗 在宾馆里可以摆动 进了片场以后一律不得看手机 不是静音 而是不得看手机 这个创作态度还真是偏于严肃 昨天我们每个人都交了一份材料 要交自己你所饰演的角色 你怎么理解 你姐 我姐 人物小传 每个人都说你这个人角色什么呀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 故事是什么呀 跟谁发生这个关系啊 然后呢 这个人你怎么理解他 关键之处 要写这种东西 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呢 我们要研读剧本 导演提出的讨论题目是 要求我们结合自己的角色 深刻理解 就当年那些衣衫蓝绿的穷苦的老百姓 为什么会死心塌地的 获出性命要跟着共产党走 你看似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 跟这个剧不直接相关 但是你不理解这个东西 这个戏啊 就没法打底儿 现在马上你上去就死 你才十八岁 没娶媳妇 家里有老娘 一切都不容易 你为什么舍生往死 生命治愈人只有一次 我们今天很多人就不能理解年代戏里面那些人 他为什么那样面对生死 所以导演要求我们要有这样的理解 结合自己的角色来理解 穷苦人为什么那么舍生往死 跟着共产党啊 舍生往死 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怎么可能二十八年武装斗争就拿着天下 导演有个说法很好 还有李先生 他说所谓主题啊 或者主旋律啊 不应该理解为动不动就大断的高声的猛烈的煽情 调动所有的艺术手段煽情 那当然固然可以调动人的情感记忆 但是你调动这么多的技术手段 对人的感官是以强刺激 那是有限的 他不走心 真正应该是从剧情入手 沿着人物的心灵的轨迹 战士是要成长的 伟大的高尚的人格是锻造出来的 沿着人物心灵的轨迹 让人信服 让观众信服你说的道理 所以呢 演员提演如果不真实 演员的心里感觉如果不充实 懵懵懂懂了 这时候什么戏都不知道 这个助理跟你念念本子 然后就进去拍摄 这不行 你对戏没有理解 拍出来的感觉也一定假 有人说你说了半天 那戏叫什么名 哼 不能告诉你 这是纪律 好了 再给大家拜念 六六大顺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阿弥陀佛 沙瓦迪卡 再见